来是拳皇2000场高手局 左边是小孩败者组 右边是败者组的剑林 他们两个进行一场抢三的比赛 谁先拿到三分 谁继续往下抖 还有机会去争夺最后的总冠军 那么 败者就是第六名 败者就是今天晚上第六名了 第五到第八名 五六七八名都是200的地宝 马上这张高打完之后 我们看下皮下衣再接人小出炉 这里小孩前冲突下轻腿 剑林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大猪了 剑林选择的方案 还是他最稳定的猪马猴 大猪已经没有了 还剩下一个猴子 加上一个玛丽手底 小孩这里用玛丽来对手 把八十篮来手底 他今天晚上换上东杖之后 这种表明打剑林 还是要用这种进攻流的方案 更加具有往下走的可能性 你觉得第一个臂小孩能赢 刷个六 觉得剑林能赢 刷个九 剑林把自己的圆柱叫出来 小孩也叫了圆柱 给自己挡枪 现在小孩这里补了圆柱 这一补圆柱 彻底断了马力这条活路了 今天晚上 补圆柱补出多少命案了 多少次 死在补圆柱上面了 今天晚上你们记得吗 会摸草票啊 中文字幕提供 剩的話,還可以往下走 花神被敵方直接套路掉了 金花打雀斑,但是來不及太慢了 劍靈再次叫雲弱,完了,第一燈 第一地,叫喊輸給了劍靈 大家覺得,接下來我開個語言 我開個語言,你們可以參與一下這個語言,好吧 歡迎小先生,回家 nyttetc,回家 人生著你,這集會不會的 這集會不會的,呢 這集會不會的,呢 這個人是嗎 ,比較好 現在是瑪莉發神,好,刻意出來,跳蹄蹄,壓制,硬板邊 只能說一塊來打對方的防守 一塊打快 但劍靈這傢伙防守實在做得非常到位 劍靈今天晚上是淘汰了河池 沒空狗,沒尼狗 哎呦,我去小兒子都不確認了嗎,兄弟 哇 你讓我嚇到你的飛孩吧 躺在河邊斗,哪有不吃血的對不對 小孩是人不是什麼,咱們也要接受這個現實 劍靈現在把自己的機身爆掉 解封來 剛好有一個動彰,可以一個動彰,可以打出 一擊比殺,還沒有暈,還沒有暈,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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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死了 暈了,那你就個兒屁了,現在 劍靈的猴子已經一身個兒屁超涼了,還有一個瑪麗 瑪麗,但沒有資源,小兒子裡還是有機身,小DG 開機身,黃 哎呦,大哥,這機身開的好像哪裡不對啊 我操 這他媽打的是啥 你真的要打 哎 吸引好疼 啊,吸引好疼啊 我 這一場又有挑戰後的場面,要有挑戰後,還要再來攻擊 我應該會不會過超級城鞋,會不會過掉 我應該會不會過在一起,要去網路ú Kendrick's Theater 徐哥,讓你來只會被教授,讓我有個正確有整個鬱鎖的部分 你有什麼辦法的話,又有太多問題,要不夠更正確有更正確的方便 這一次才能做到一個 Fargo好安的時間來使用 這個主角懲罰一下,要在啊,你想想想要重新了解鎖,你別浪費者的手 toxic 我的V加呀 谢谢林今天晚上 谢谢六总的红包支持 小孩怎么会儿了小孩是两套饭 他打剑林通常通常都是用东杖这种的 他打黄码就是用赛斯那个圆队这种 好的小孩就这么干他 不行我上我来替你打一把小孩那现在登场比赛是小孩的走法马力对战剑林的手底大将马力 中杖在哪里 黑客超杀三气超比三气 这一套连招非常帅气 但是打不死啊 太好了 可算是赢了一把给小孩点赞吧不容易 终止了对方踢头他的这个梦想 那么目前底分是一比二 比赛的抢战局还是剑林赛点局 还是剑林赛点局 谁先拿到三分 今天晚上对局是拳黄两千 剑林对战小孩这场关键的比赛 都是最后一条命了 谁都不想下去 因为下去的话只能拿两百 如果不下去还有机会去拿三千 小孩的手法还是选择了马力 那么现在用K带是做一个中间 把神恩手底 剑林没有换这种剑林还是用大猪做手法 马力其实配再次更好一点 配中让还是比较差了一点意思 哎呀还想抓人 这不是找死 这不是找死吗 找死吗 找死吗 哦 等等在哪里 把财富打完之后就拿一次血 哎呀我去 哎呀想进身猪腿 但是大猪腿比他现在好快 欢迎我出去回家 来了出去 我还是好兄弟 今天晚上有时间了 那这场比赛来对于小孩的K带是对战剑林的大猪 就得一口血大猪 好的 又这个大跳跃的重拳 就套在大猪脑门上 我可以在那里 我可以在那里 加油 我可以在那里 這套陣容是以進攻方式為主 這套陣容是兩個人兩滾起的頂上 圓柱在哪裏,同時叫圓柱給自己擋槍 那麽現在八神安,猴殺隊上去 中槍在哪裏,再抓斜風 第二次八神力打上去,對方的猴子已經沒有血了 那也是拼了,因為這部拼真的是沒有機會了 猴子加氣加太快了,他不能讓猴子有一點喘氣的時間 現在,彥琳把自己的機身開啟,罰起最後一步進攻 過時間,孝子要對方的機身,現在八神只有一氣在手 好的,出波,防氣實在強化防禦 燒帶的進攻又是有加成了,想來飛掉小孩唯一一顆氣飛掉了 小C,睡家 彥琳,彥琳過去打回花雀版 中槍,出來,準備剛好有一個氣 這次打出去,漂亮,比分追平了 太爽了,給小孩刷個讚 這場對局變成了小孩,2比2平,雙方的賽點局 關鍵局來了 S局出現了,到底誰能夠 留在台上 誰能夠被淘汰 誰是第六名 你覺得小孩能贏刷個六,覺得界列能贏刷個九 這場對局在 是敗者組比賽 那麼勝者組冠軍是阿康瑪 阿康瑪現在是七零時間 等著看熱鬧,等著他們來打他 阿康瑪今天晚上必保兩千的,因為地下軍是兩千 左邊小孩,右邊試試劍靈 雙方在考慮,到底應該怎麼排兵不正 首發,換人了,換上了K斋 一個輕扳機,跳TD,右邊上跳TD,下沙 現在,這一上來就挨鎚了 大豬不但給自己加氣 一發波,我就消波 雙方在破掉,目前的局面小孩非常被動了 倒地,叫燃火自己,小翔前方 小翔抓紙人頭 跳TD,站前,再吹飛,追蹤上去 幹掉這大豬 目前大豬已經把小孩的血量 把小孩的血量給了 也是收拾得差不多了 也就是一個大豬的血量 回血的話呢,回到 不倒三個的血量 好的 這聖龍,聖龍沒打拳 沒有打拳,正聖龍 對方給自己補了一個援助 那麼現在小孩的血量 碰一下就沒有了 你覺得小孩能贏,刷個六 覺得劍靈能贏,刷一個九 一地二 喜歡看全黃的小伙伙伴 大家可以給這個主播呢 點點點關注 好吧,大家給我點點點關注 今天的對局 誰輸了,誰輸第六名 完了 沒有辦法,猴子加氣就是這麼強 今天晚上,劍靈發揮非常好 今天晚上,劍靈發揮非常好 老二都給他幹了 哇 哇 這個判定結束了 這個地方防住了 哇 16秒 劍靈挺了心 要防守了 他好歹這裡沒有援助 10秒鐘 超殺滾上去 漂亮 還有6秒鐘 東張在哪裡 S局 雙方的賽典局 但是對小孩來說非常不利 劍靈是滿血啊 這麼多血量 你讓劍靈 提升開啟 1 2 3 2 3 3 5 6 6 1